这个蛋居然没有吗 就是这个上面一半 他是空的 大家好我是凡凡 自从我回到横店以后 我每一天吃的那个菜啊 都是清酒炒蛋 今天突然发现 这个蛋 有可能啊是人造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蛋 这个我就是在超市 买的这个蛋呀 以前的话都是 是炒蛋所以呢就 没在意 但是今天我把这个蛋煮了一下 发现这个蛋有问题啊 先抽一个看一下 这个蛋居然没有吗 就是这个上面一半 他是空的 然后 一打开 就可以看到这个蛋黄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蛋呀 正常的话这个蛋黄应该是包在这个白色里面的 但是现在我一打开 就会看到这个蛋黄呢 这不是人的蛋是什么蛋呀 就是这样的蛋呀 这个蛋黄是在外面的 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蛋 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反正它有鸡蛋的味道 这是最后一个蛋了 看一下这个蛋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上面都是空的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蛋黄在外面 嗯 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点 就是我发现这个蛋清啊 这个白的上面居然有黑黑的那个点子 如果是鸡蛋的话怎么会有黑黑的点子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个杂质 这个纯粹啊就是那个人造蛋呀 怪不得我每次炒蛋的时候发现 打开这个鸡蛋 这个蛋黄呀 它是 它是散的 它不是一个整体 没想到我吃了两个月的鸡蛋 居然都是人造蛋呀 但是呢我听说这个人造蛋的营养和鸡蛋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打算还是把它吃掉 问题是 它居然有鸡蛋味 如果我不煮这个鸡蛋 我都发现不了这个鸡蛋原来是 人造蛋呀 以后的话呢这个鸡蛋我再也不敢买了 还是去之前那一家 怪不得最近我炒的鸡蛋 不香了不好吃了 因为我之前炒那个鸡蛋呀都是香喷喷的非常好吃 原来我这两个月炒的全部都是人造蛋 这个味道还是有区别的 以后的话那个超市 买的这个什么土鸡蛋这个东西 这也不敢买的 都是假的 如果在超市买的鸡蛋 打开的时候发现那个蛋黄是散的 然后走开以后 这个蛋黄是在外面的 这一种啊 就是人的蛋了 这种蛋它唯一的 优点呢就是 便宜 所以说便宜 无好坏 这是真的 这种蛋黄的蛋黄的蛋黄的蛋黄